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很感激他们 在我学习金刚智慧的过程中 我参与了很多的工作坊 也上完了十二阶 在过去的几年 我都将工作坊中学习到的工具 运用在生活上 首先,让我先说说工作 以前的我是一个不断跳槽的人 曾经在十年内换了十三份工作 你能够想象我的工作经验是多么糟吗 以前的我非常傲慢 也对工作和同事有很多的抱怨 当我在目前工作的这家公司的第一年 不好的事情又发生了 我的同事们开始不理睬我 也不跟我说话 这影响了我的工作表现 我真的很爱这份工作 因此,我决定改变我自己 所以,在2012年参加了一二三届的工作坊 当我开始使用工作坊中学习到的工具 我明白一切的事物都来自于我 所以,我开始改变自己 我用正确的态度 用希望他人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他人 我开始看到社情的改变 我的同事可以和我一起做义工 我的同事也开始跟我说话 多么神奇的是 我已经在这间公司工作了七年 上个星期发生了一些很棒的事情 我的老板为我加了心 那平时是在12月份才收到的 可是,我竟然提早了六个月收到 我的老板很满意我的工作表现 我也很开心在这个公司里工作 在学习了15阶后 我了解我们竟然可以提升我们的伴侣 我开始使用我在15阶学习到的完美关系 来种种枝 很神奇的是 我的先生也跟我一起学习了种子体系 目前他也是种子体系的义工 跟我一起做翻译的工作 我和我的丈夫和孩子的关系 改进了很多 因为我也让我的孩子们一起做义工和瑜伽 他们也很开心 看到自己的妈妈转变了许多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 不要错失学习 一二三阶和四五阶的机会 也把种子体系用在生活中 你将会看到神奇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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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到神奇的事情发生在生活中 我会帮你拍到神奇的事情发生在一起 我会看到神奇的事情发生在一起